這個表單填寫的結果 如果以問卷 第一個你一定要熟悉如何使用 我是覺得蠻方便一點 就是利用Google新增裡面的表單功能 我是利用Google表單 做了一個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問卷 你們就把資料填完 它的好處當然 我前面如果上過我的課大概都知道 最後如果你按右下角這邊編輯 它這邊會出現所有人回復的結果 並且幫你用視覺化的方式讓你知道 到底填寫的人 比較想要的選項是 當然如果是單選題 它會是用一個圓形圖 讓你知道 如果是複選題的話 它會用那個所謂的 這個橫條圖 讓大家知道 我們來看一下 總共47個 所以有11個同學 11個同學好像沒錢 我們來看一下選課動機 其實當然我也不會很意外 因為大部分同學 只是想要 拿個 學分 不過最好的就是 你又沒拿到學分 又可以學到 學到你要的知識 那當然是最好的狀況 OK 而且我是覺得 學得輕輕鬆鬆的 那你從 很自然的難 你把這些東西學會 對你將來也會是有幫助的 那當然是最好的 所以第一個 那不意外 最多人是 想要單純只是拿學分 因為現在 好像也把這個列為 必選修 也就是你畢業前 一定要修 三選二是不是 OK 所以你三門課 三選 三堂課 幾學分 反正就是必選修就對了 OK 所以 增加這門課的重要性 那再來的話對未來 是有幫助的 其他的話就是了解一下 所謂的文學實用化 當然 如果你是真的要把你所學的 能夠跟 目前的大環境 企業的應用 相銜接的話 這恐怕還是要 去思考看看 好 那這個第1個 第2個問題 你對哪個部分 是最有興趣的 OK 果不其然 好像最多人 最想學的就是 Photoshop 不過跟各位講一樣 Photoshop 其實真的 還是有點難度 尤其操作的介面 跟你以前 所用的 像小畫家 有點雷同 但是差蠻多的 雖然說都是影像處理的 軟體 只是說 小畫家 他能做的 其實是 相當有限 Photoshop 功能很完整 只是說 他的操作介面 並不那麼容易 也不那麼容易上手 可是 如果你學會這個東西 並且最好是拿到證照 那你以後的話 你要進入到某一些 領域的話 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像你們之前有蠻多 學長姐 除了學 之前 我有一段時間 找外面的 認證中心 證照的 認證中心來學校 不要幫他們考試 因為他們很多人 都願意 把其中考試當成是 證照考試 考過了 等於又拿到證照 又可以通過 拿到學分 一舉兩得 示範的狀況還蠻好的 大家都很願意 所以大家都拿到證照 那一年 他們畢業的時候 去找工作 發現 相當有幫助 很多學長姐 一直跟我說 老師你一定要跟學弟妹講 如果去面試的時候 如果你有相關證照的話 其實是有相當的幫助 大部分都是肯定 你不是中文系 你怎麼考這麼多證照 感覺就是會 比較正面肯定 而且大部分都是當下 直接會問 你什麼時候可以來上班 比較不會說 你再回去等消息 感覺其實是 差距還蠻大的 所以如果你是 希望說畢業之後 可以馬上就業的話 恐怕 還是要思考一下 除了大學文憑之外 OK 第一個 其實我發現現在畢業生 在職場上 會比較的第一個 你是不是國立大學 可能會有這種 好像 有些比較大的企業 可能就是先要 國立大學 會有這種 小部分當然沒有那麼 嚴格要求 可是 第二個的話 你是什麼科系 OK 第三個的話 你還沒有科系以外的一些相關證照 OK 如果是你本身的 基礎就比較活弱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再往別的地方 去補 去補充一下 不然還有沒有什麼其他東西 真的能夠 驗證說你是具備有相關 的能力 比如說你要印刷相關工作 像編輯 現在編輯最少也還是要會Photoshop 或是另外有一個Adobe 類似的軟體叫做 Illustrator 那如果你 這些 能夠在畢業之前拿到證照 那當然是最好的 OK 所以 我們上課的話 基本上 那個 上課的範例 其實就是證照考試的題目 那它其實 基本上也是 實際上 就是 類似像範例一樣 比如說我今天 我給你一個原始圖 那我希望做出來的結果 是長什麼樣子 這個部分中間的部分就是你要去利用這個軟體把它做出來 OK 所以我會丟問題給你 你們去思考 然後呢 我會解答 會告訴你 如果你要做成什麼樣子的話 那你該 什麼樣的步驟 就可以把你要的結尾做出來 那證照考試當然一定要完完全全的精確 不能說你今天長得有點 就是 相接近其實也不見得拿到分數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 習得企業所需要的技能 那以目前來看 這個當然最需要的我想 可能Exale 這個軟體的重要性應該是 目前看來 Office用的比例是最高的 OK 之前我會 前幾年 我會教Word 後來發現Word目前 在企業用的機率 越來越低了 所以 可能我們之後呢 我想 我們還是 以比較 重要的 或是說 就業上用的最多 另外Exale 這個軟體 當然你要處理一些大量的文獻資料 恐怕 也是 蠻重要的 一用的可能會比用Word來的多 因為Word畢竟是一個文書編輯器 沒有辦法 Exale可以做很多 儲存 資料查詢 或者是做一些資料的分析 甚至是畫一些圖表出來 這個部分 也許 就是會 以Exale 除了Exale VBA是早上的課程 也許 我這邊會準備Exale 方面的 證照考試 也許 也是一舉兩則方案 以證照考試的題目當範例 然後呢 一定也是會有個問題 你要怎麼做 你們可以試做看看 如果做得出來 OK 如果做不出來沒關係 我會帶各位一步一步的把 需要的功能把它做出來 這還有這兩項 另外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為自己未來做準備 不知道還不急 這比例快一半了 OK 所以其實也是啦 反正天塌下來 都還有人頂著 個子高的頂著 提什麼吧 這倒也是啦 OK 所以我覺得你們這個世代 就是很 叫做優塞的世代 對喔 不關我的事的世代 所以我剛剛 一進到教室 我聽到那個聲音 居然 你們可以 可以 這麼久 都 沒有 去 所以 就 好啦 沒關係 這也是 有的部分大概 快要站三層 也不錯 所以有點兩極化 另外的話 準備考研究所 不但如果考研究所 你還是要有畢業的問題 所以還是要 OK 畢業應該不難吧 其他的話 哪部分的能力最優先 打字是必要的 不過我覺得 這個 還是要自己花時間 其他的話 還有什麼 請問老師要如何快速的將大量 使本 資料轉換為 電腦資料 這個也是好問題 當然 看多大的量 其實我們也 之前也做過類似的工作 因為我們之前 我曾經參與過 把五金圖書 幾個肯定 就是 康熙百科全書 外國人家說 裡面怎麼說 17千萬次 資料要把它全部 現檔 本來是圖 要把它變成 電腦的文字檔 OK 其實現在 最好用的方法 你不可能用人打字 打一億七千萬次 你要花多少時間 多少能力 其實現在有一種技術 就是影像辨識 影像辨識應該可以理解吧 就是你掃描進去的圖檔 你直接未給電腦 電腦幫你辨識每個字每個字 它是什麼字 然後呢 幫你把它轉換成文字的檔案 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程式寫完 大概不用很久的時間 結果就可以 幫你建檔 只是說這裡面 可能還是需要 寫一點程式吧 OK 不然的話 基本上還是要 除法令剛來完成 OK 大概是這樣 其他的部分 另外的話 其中其末的部分 看了一下大部分同學好像還是比較喜歡寫報告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們這麼喜歡寫報告 上機考試 上機考試其實也是 我可能會請教一次 其中或其末一次是 上機考試 然後一次可能交報告吧 大概是這樣子 OK 那待會請各位 順便寫另外一個網址 就是gg.gg的那個 第二個網址 這個 Digit toEdit 這個網址 因為今天 我大概規劃是這樣 就是 其中考以前 我們可能會來講一下有關Excel方面的文書相關的應用處理 題目部分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這個網址 所以你們待會 就是 幫我下載這個檔案 裡面的話 你們 輸入這個網址 Digit to Edit 然後進到裡面我規劃 一個是 其中以前是Excel 期末的話是 Photoshop 然後 題目部分在這裡 2016的題目 你會發現 這個也是個證照考試的題目 總共的話 它分成五大類的題目 總共第一類在這裡 第1類是基本函數 第1類是基本函數與格式設定能力 第2類資料編修與列印能力 第3類是統計圖表 建立與應用能力 第4類 進階相關處理 第5類是 進階函數 還有政列 等等 題目在底下 不過你會發現這些題目都是有雙數題 也就是說 一類 本來是 101到110 不過 我們這邊 只提供雙數題 所以 理論上 102 底下 104 一直到110 我們後面會上課的模式 就是 反正就一集一集往下講 基本上可能 講到第3類 第3類 大概 其中考試也許就這樣 我們講完了 將來就是從裡面出題來考試 其中 的部分 我們就是 上機測驗之類的 這個我想 大概 以這樣目標 除了 除了 Excel之外 另外 影像編輯 Photoshop 這邊一樣會有個題目檔 OK 也有練習題 總共六類 這個比較多一點 所以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再來的話 底下有個影音連結 因為前面 我每一期上課 都有錄影 放在YouTube上 所以如果你對於 後面要講到的部分 想要先了解的話 也可以先把 這個裡面 的這個影片 稍微看一下 不過不完完全全都一模一樣 因為 這個考題好像有一些調整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我們也先下課休息10分鐘 待會再來看